第31回 张都坚 血剑鸳鸯楼五行者夜走无功领 词曰 神明照茶 难除尖角之心 国法昭彰 莫绝凶丸之辈 损人一己 终非幽远之徒 害众成家 启事久长之计 福原善庆 皆因德行而生 获起伤财 盖为不仁而治 知连十耻 不遭罗网之灾 举善见贤 必有荣华之地 行辞行孝 乃后代之昌荣 怀度怀奸 是终身之祸患 广时恩惠 人生何处不相逢 多结冤仇 怒逢侠处难回避 话说这篇言语 劝人行善逢善 行恶逢恶 话里所说 张都坚听信这张团恋说又嘱托 替蒋门神报仇 贪图贿赂 射出这条奇迹 陷害武松性命 林段出来 又使人买主两个防送工人 却叫蒋门神两个徒弟相帮工人 同去路上结果他性命 谁想四个人倒都被武松硕死在飞云谱了 当时武松立于桥上 寻思了半赏 愁愁起来 怨恨冲天 不杀的张都坚 如何出得这口恨气 便去死尸身边解下妖刀 选好的取把将来跨了 剪条好坡刀提着 再进回孟州城里来 进的城中 早是黄昏时候 只见家家庇护 处处关门 但见十字阶迎黄灯火 九要四相爱终生 一轮明月挂青天 几点书星鸣避汉 六军营内 乌乌画脚频吹 五谷楼头 点点铜壶正低 四边素五 昏昏照五谢歌台 三室寒烟 隐隐闭绿窗诸户 两两家人归秀墓 双双世子演书为 当下五松入的城来 竟学去张都间后花园墙外 却是一个马院 五松就在马院边扶着 听试那后曹却在崖里 未曾出来 正看之间 只见家的脚门开 后曹提着个灯笼出来 里面便关了脚门 五松却躲在黑影里 听那耿鼓时早打一耿四点 那后曹上了草料 挂起灯笼 铺开被窝 脱了衣裳 上床便睡 五松却来门边挨那门响 后曹喝道 老爷方才睡 你要偷我衣裳 也早些离五松把坡刀椅在门边 却撤出腰刀在手里 又压压地推门 那后曹那里忍得住 便从床上赤条条地跳江起来 拿了脚草棍 拔了栓 却待开门 被五松就是推开去 抢入来把这后曹劈头揪住 却待要叫 灯影下 见明慌慌的一把刀在手里 先自经得八分软了 口里只叫的一声 饶命 五松道 你认得我吗 后曹听的声音 方才知是五松 便叫道 哥哥 不干我事 你饶了我吧 五松道 你只是说 张都坚如今在那里 后曹道 今日和张团练 讲门神他三个 吃了一日酒 如今物字在鸳鸯楼上吃梨 五松道 这话是实吗 后曹道 小人说谎 就还钉窗 五松道 嫩地却饶你不得 手起一刀 把这后曹杀了 砍下头来 一脚踢过尸首 五松把刀插入鞘里 就蹬影下去 腰里解下 施恩送来的锦衣 将出来 脱了身上就衣裳 把那两件新衣穿了 拴腹的紧凑 把腰刀和鞘 跨在腰里 却把后曹一床续备 包了散碎银两 入在缠袋里 却把来挂在门边 又将两扇门立在墙边 先去吹灭了灯火 却闪将出来 拿了泼刀 从门上一步步 爬上墙来 月却明亮 照耀如同白日 五松从墙头上一跳 却跳在墙里 便先来开了脚门 多过了门扇 腹翻身入来 虚眼上脚门 栓都提过了 五松却往灯明处来看时 正是厨房里 只见两个丫鬟 正在拿汤罐边埋怨 说道 服侍了一日 物资不肯去睡 只是要茶吃 那两个客人也不时羞耻 床的这等醉了 也物资不肯下楼去歇息 只说个不了 那两个女使 正口里 难难呢呢的怨叉 五松却以了泼刀 撤出腰里 那口带血刀来 把门一推 压得推开门 抢入来 先把一个女使抓绝 揪住 一刀杀了 那一个却带要走 两只脚 疑似定住了的 再要叫时 口里又似哑了的 端得是惊得呆了 修道是两个丫鬟 便是说话的贱了 也惊得口里半舌不斩 五松手起一刀 也杀了 却把这两个尸首托放造前 去了除下灯火 趁着那窗外月光 一步步挨入唐里来 五松原在牙里出路的人 已自都认得路数 竟学到鸳鸯楼 胡梯边来 捏脚捏手摸上楼时 早听的那张都尖 张团链 蒋门神三个说话 五松在胡提口听 只听的蒋门神口里称赞不了 只说 亏了相公与小人 报了冤仇 再当重重的答 报恩向这张都见到 不是看我兄弟张团链面上 谁肯干这等的事 你虽费用了些钱财 却也安排的纳斯好 这早晚多是在那里下手 纳斯赶是死了 只叫在飞云浦结果他 带那四人明早回来 便见分晓张团链道 这一夜四个对付他一个 有什么不了 再有几个性命也没了 蒋门神道 小人也吩咐徒弟来 只交就那里下手 结果了快来回报正事 暗示从来不可期 古今奸恶尽诸仪 金风未动禅仙诀 暗送无常死不知 武松听了 心头那把无名夜火高三尖杖 冲破了青田 右手持刀 左手插开五指 抢入楼中 只见三五只画竹高明 一两处月光射入 楼上甚是明朗 面前酒气 皆不曾收 蒋门神坐在交椅上 见识武松 吃了一惊 把这心肝五脏都提在九霄云外 说时迟 那时快 蒋门神急待挣扎时 武松早落一刀 劈脸跺着 和那交椅都砍翻了 武松便转身回过刀来 那张都尖方才深的搅动 被武松当时一刀 起耳根连脖子砍着 扑的倒在楼板上 两个都在证命 这张团恋终是个五官出身 虽然酒醉 还有些气力 剑舵翻了两个 料到走过蝶 便提起一把交椅轮将来 武松早接个注 就是指一推 修说张团恋酒后 便清醒白醒时 也尽不得武松神力 扑的望后便倒了 武松赶入去 一刀先跺下头来 讲门神有力 震得起来 武松左脚早起 翻筋斗踢一脚 按住也割下头 转身来 把张都尖也割了头 见桌子上 有酒有肉 武松拿起酒中子 一饮而尽 连吃了三四种 便去死尸身上 割下一片一斤来 占着血 去白粉壁上 写下八字道 杀人者 打呼武松爷 把桌子上 饮酒器皿踏扁了 揣几剑在怀里 却待下楼 只听得楼下 夫人声音叫道 楼上官人们 都醉了 快着两个 上去搀扶 说游未了 早有两个人上楼来 武松却闪在 湖梯边看时 却是两个自家亲随人 便是前日 拿桌武松的 武松在黑处 让他过去 却拦住去路 两个入进楼中 见三个尸首 横在血泊里 惊得面面撕去 坐声不得 正如分开 八片顶羊骨 倾下半桶冰雪水 急待回身 武松随在背后 手起刀落 早剁翻了一个 那一个便跪下讨饶 武松道 却饶你不得揪住 也砍了头 杀得血剑化楼 尸横登影 武松道 一不做 二不休 杀了一百个 也只是这一死 提了刀下楼来 夫人问道 楼上怎的大惊小怪 武松抢到房前 夫人箭条大汉入来 物资问道 是谁 武松的刀早飞起 劈面门跺着 倒在房前生患 武松暗住 将去割石 刀切头不入 武松心仪 就月光下看那刀时 以字都砍缺了 武松道 可知割不下头来 便抽身去后门外 去拿取坡刀 丢了缺刀 副翻身 载入楼下来 只见灯明 前方那个唱曲的养娘玉兰 引着两个小弟 把灯照见夫人 被杀死在地下 方才叫的一声 苦也 武松握着坡刀 向玉兰心窝里朔着 两个小的 一被武松朔死 一坡刀一个 结果了 走出中堂 把拴拴了前门 又入来 寻着两三个妇女 也都硕死了 在房里 武松道 我方才心满一族 有失为证 独间贪婪甚可休 满师兼济劫身仇 岂知天道能招见 自血横尸满画楼 武松道 走了罢休 撇了刀鞘 提了坡刀 出到脚门外来 马院里除下缠带来 把怀里踏扁的饮酒器 都装在里南 拴在腰里 拽开脚步 倒提坡刀便走 到城边 寻思道 若等开门 须吃拿了 不如连夜月城走 便从城边踏上城来 这孟州城是个小去处 那土城苦不甚高 旧女墙边 望下先把坡刀须按一按 刀尖在上 棒烧向下 拖得只一跳 把棒一煮 立在豪倩边 月明之下看水时 只有一二尺深 此时正是十月半天气 各处水泉结合 武松旧豪倩边 拖了鞋袜 解下腿绷呼吸 抓扎起衣服 从这城壕里走过对岸 却想起施恩送来的包裹里 有两双八搭马鞋 取出来穿在脚上 听城里更点时 一打四更三点 武松道 这口鸟气 今日方才出得松松桑 良缘虽好 不是酒链之家 只可撒开提了坡刀 头东小路 便走了一五更 天色朦朦胧隆 尚未明亮 武松一夜辛苦 身体困倦 磅窗发了又疼 那里熬得过 望见一座树林里 一个小小古庙 武松奔入里面 把坡刀倚了 解下包裹来 做了枕头 铺翻身便睡 却待合眼 直接庙外边探入两把脑沟 把武松搭住 两个人便抢入来 将武松安定 一条绳索绑了 那四个男女道 这鸟汉子却肥了 好送与大哥去武松那里挣扎的拖 被这四个人夺了包裹 拖刀 却似牵羊的一般 脚步点地 拖到村里来 这四个男女于路上自言自说道 看着汉子一身血迹 却是那里来 莫不作贼啄了手来 武松只不作声 由他们自说 行不到三五里路 找到一所草屋内 把武松推将进去 侧手一个小门里面 点着碗灯 四个男女将武松包了衣裳 绑在亭柱上 武松看时 尖灶边梁上挂着两条人腿 武松自肚里寻思道 却撞在横死人手里 死得没了分响 早知如此时 胡若去孟州府里首盗了 便吃一刀一割 却也留得一个清明于世 那四个男女提着那包裹 口里叫道 大哥 大嫂 快起来 我们张的一个好行货在这里了 只听得前面应道 我来也 你们不要动手 我自来开包没一盏茶时 只见两个人入屋后来 武松看时 前面一个妇人 背后一个大汉 两个定睛看了武松 那妇人便道 这个不是叔叔武都头 那大汉道 快解了我兄弟武松看时 那大汉不是别人 却正是菜园子张青 这妇人便是母夜叉孙二娘 这四个男女吃了一惊 便把锁子解了 将衣服与武松穿了 头巾已自扯碎 且拿个粘粒子与他戴上 便请出前面客席礼 蓄礼罢 张青大惊 连忙问道 贤弟如如嫩的模样 武松答道 一言难尽 自从与你相别之后 到的劳城营里 德蒙师管营儿子 换作金眼镖是恩 一剑如 每日好酒好肉管顾我 魏师他有一座酒肉店 在城东快活林内 甚是趁钱 却被一个张团恋带来的蒋门神纳斯 已是豪强 公然白白地夺了 诗恩如此告诉 我却路见不平 我醉打了蒋门神 附夺了快活林 诗恩以此敬重我 后被张团恋买主张都坚 定了计谋 娶我做亲随 设置陷害 替蒋门神报仇 8月15日夜 只推有贼 转我到里面 却把饮酒器皿 预先放在我香笼内 拿我解送孟州府里 强扭做贼 打招了奸在牢里 却得诗恩上下 使钱透了不曾受苦 又得当案叶孔木 仗义书才 不肯陷害平人 又得当劳一个康杰级 与诗恩最好 两个一力为持 待60日献满 即账20 转配恩周 昨夜初的城来 伙奈张都坚设计 交奖门神 使两个徒弟和防送工人相帮 就路上要结果我 道得飞云谱 辟静去处 正欲要动手 先被我两脚 把两个工人 踢下水里去 赶上这两个鸟男女 也是一波刀 一个硕死了 都撇在水里 思量这口鸟气 怎得出的 因此再回孟州城里去 一更四点进去 马院里先杀了一个 养马的后曹 扒入墙内去 就厨房里杀了两个丫鬟 直上鸳鸯楼上 把张都坚 张团练 将门神三个都杀了 又砍了两个亲随 下楼来 又把他老婆 儿女 养娘都戳死了 连夜逃走 跳成出来 走了以五更路 一时困倦 磅窗发了又疼 因行不得 头一小庙里全歇 一些却被这四个绑附了来 那四个岛子 便拜在地下 道 我们四个 都是张大哥的伙家 因为连日赌钱输了 去林子里寻些买卖 却见哥哥从小路来 身上淋淋淋淋淋 都是血迹 却在土地庙里歇 我四个不知是圣人 早是张大哥这几时吩咐道 只要捉活的不吩咐时 也坏了大哥性命 因此我们只拿脑钩 套锁出去 正是有眼不识泰山 一时误犯着哥哥 恕罪责的 张青夫妻两个笑道 我们应有挂心 这几时只要他们拿活的行贷 他这四个如何省的 那里知我心里是 若是我这兄弟不困乏时 不说你这四个男女 更有四十个也尽他不得 因此我叫你们等我自来 武松道 既然如此 他们没钱去赌 我赏你些便把包裹打开 取十两银子 把与四人将去分 那四个岛子败谢武松 张青看了 也取三二两银子 赏与他们四个自取分了 张青道 贤弟不知我心 从你去后 我只怕你有些失之脱节 或早或晚回来 因此尚吩咐这几个男女 但凡拿的行贷 只要活的 纳斯们慢胀些的 趁活捉了 敌他不过的 避止杀害 以此不教他们将刀仗出去 只与他挠钩 套锁 方才听的说 我便心仪 连忙吩咐 等我自来看 谁想果实贤弟 我见一向无信 直到在孟州快活了 无事不计输来 不期如此受苦 孙二娘道 只听得叔叔打了奖门神 又是醉了赢他 那一个来往人不吃惊 有在快活林做买卖的客商 只说到这里 却不知向后的是 叔叔困倦 且请去客房里江西 却在理会张青引武松 去客房里睡了 两口儿自去除下 安排些佳肴美赚九十 管带武松 不宜时 整治其背 专等武松起来相续 有失为证 逃生前阅孟州城 虎空狼泼木也行 珍重家人是阴雨 便开仿佛续高情 却说孟州城里张都间衙内 也有躲得过的 直到武庚才赶出来 众人叫起里面亲随 外面当职的军牢 都来看时 声张起来 街放临舍 谁赶出来 挨到天明时分 却来孟州府里告状 知府听说罢大惊 火速差人下来 检验了杀死人数 行凶人出没去处 填画了图样阁目 回府里 禀赴知府道 先从马院里入来 就杀了养马的后曹一人 有拖下旧衣二剑 刺到厨房里 造下杀死两个丫鬟 后门边一下行凶缺刀一把 楼上杀死张都间一员 并亲随二人 外游请到客观张团恋 与蒋门神二人 白粉壁上 一斤战血 大血八字道 杀人者 打虎五松也 楼下硕死夫人一口 在外硕死玉兰 并乃娘二口 儿女三口 共计杀死男女一时五名 鲁略去金银九七六剑 知府看坝 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门 点起军兵等官并击捕人员 城中芳香李正 逐一排门搜捉凶人武松 此日 飞云浦地理保证人等告成 杀死四人在浦内 见有杀人血痕在飞云浦桥上 尸首聚在水中 知府接了状子 当差本县县位下来 一面着人打捞起四个尸首 都检验了 两个是本府工人 两个自有苦主 各被棺木 成练了尸首 近来告状 催促捉拿凶手偿命 城里闭门三日 家治户道 逐一挨茶 五家一连 十家一宝 那里不去搜寻 眼见得尸管营暗地史前 不出城里 捉获不着 知府压了文书 尾官下该管地面 各乡各宝各都各村 尽要排家搜捉 击捕凶手 写了武松香灌年甲 冒相模样 画影图形 出三千冠信赏钱 如有人知的武松下落 富州告报 随闻给赏 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 诉识者 是发道官 与犯人同罪 便行临近周府 一同击捕 且说武松在张青家里 江西了三五日 打听的事无灭次 一般紧急 纷纷嚷嚷 有做工人出城来 各乡村击捕 张青知的 只得对武松说道 二哥 不是我怕事 不留你安身 如今官司缩补的紧急 台门挨护 只恐明日有些疏失 必须怨恨我夫妻两个 我却寻个好安身去处于你 在先也曾对你说来 只不知你忠心肯去也不 武松道 我这几日也曾寻思 想这事必然要发 如何在此安得身劳 只有一个哥哥 又被嫂嫂不仁害了 否能来到这里 又被人如此陷害 祖家亲戚都没了 今日若得哥哥 有这好去处叫武松去 我如何不肯 只不知是那里地面 张青道 是青州管下一座 二龙山宝珠寺 花河上鲁智参 和一个青面兽好汉杨智 在那里打架劫舍 霸着一方落草 青州官军补道 不敢正眼去他 贤弟只除去那里安身立命 方才免得着罪犯 若投别处去 终久要吃拿了 他那里常常有书来娶我入伙 我只为练土难移不曾 去得我写一封书 去被细说二哥的本事 与我面上 如何不着你入伙 那里去做个头领 谁敢来拿你 武松道 大哥也说的是 我也有心 恨时针未到 原法不能凑巧 今日既是杀了人 是发了 没钱深处 此为罪妙 大哥 你便写书与我去 指今日便行 张青随即取福指来 被细写了一封书 把与武松 安排九十送路 只见母夜插孙二娘 指着张青说道 你如何便指这等叫叔叔去 前面定吃人捉了 武松道 阿嫂 你且说我怎的去不得 如何便吃人捉了 孙二娘道 阿叔 如今官司便处都有了文书 出三千冠信赏钱 画影图形 明写相冠年假 到处张挂 阿叔脸上见金明明的两行金印 走到前路 虚赖不过张青道 脸上贴了两个膏药 变了孙二娘笑道 天下只有你乖 你说这迟话 这个如何瞒得过做工的 我却有个道理 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 我既要逃灾避难 如何依不得 孙二娘大笑道 我说出来 阿叔却不要称怪武松道 阿嫂 但说的便依孙二娘道 二年前 有个头驼打从这里过 吃我放翻了 把来做了几日馒头馅 却留得他一个铁戒菇 一身衣服 一领造部直多 一条杂色短碎韬 一本肚蝶 一串一百单八颗人顶骨树珠 一个鲨鱼皮翘子 插着两把雪花冰铁打成的戒刀 这刀如常半夜里名笑地响 叔叔既要逃难 只除非把头发剪了 做个行者 须遮得额上金印 又且的这本度蝶做护身符 年假冒相又和叔叔等 却不是前缘前世 阿叔便应了他的名字 前路去谁敢来盘问 这件事好吗 张青拍手道 二嫂说的是 我倒忘了这依照正事 击补即如星火 颠微好似风波 若要免除灾祸 且需做个头驼 张青道 二哥 你心里如何 武松道 这个也使得 只空我不像出家人模样 张青道 我且与你伴一伴看 孙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袱来打开 将出许多衣裳 交武松里外穿了 武松自看到 却疑似于我身上坐的 着了造枝多 系了掏 把詹丽儿除下来 解开头发 折叠起来 将借姑姑起 挂着树珠 张青 张青 孙二娘看了 两个喝彩道 却不是前身注定 武松讨面镜子照了 也自哈哈大笑起来 张青道 二哥为何大笑 武松道 我照了字也好笑 我也做得个行者 大哥便与我剪了头发 张青拿起剪刀 替武松把前后头发都剪了 武松见事物看看紧急 便收拾包裹要行 张青又道 二哥 你听我说 不是我要便宜 你把那张都尖家里的酒器 留下在这里 我换些零碎银两 与你去路上做盘缠 万无一师武松道 大哥见得分明 进把出来与了张青 换了一包散碎金银 都拴在缠袋内 系在腰里 武松保持了一顿酒饭 拜辞了张青夫妻二人 腰里跨了这两口戒刀 当晚都收拾了 孙二娘取出这本度蝶 就与他缝个锦带成了 教武松挂在贴若胸前 武松拜谢了他夫妻两个 临行 张青又吩咐道 二哥于路小心在意 凡事不可拖大 酒要少吃 休要与人争闹 也做些出家人行径 诸事不可造性 省得被人看破了 如到了二龙山 便可写风回心寄来 我夫妻两个 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 敢怕随后收拾家私 也来山上路火 二哥 保重 保重 千万拜上鲁 杨二头领武松辞了出门 插起双袖 摇摆着便行 张青夫妻看了 贺彩道 果然好个行者 但见 前面发眼映齐眉 后面发参差寂静 造之多好似乌云遮体 杂色涛如同花莽缠身 额上借孤灿烂 依稀火眼金睛 身间布纳扰斑斓 仿佛铜金铁骨 借刀两口 情来杀气横丘 顶鼓百科 念处悲风满路 神通广大 远过回生起死佛图城 相貌威严 好似腐虎降龙卢六祖 直饶接地也归心 便是金刚虚拱手 当晚五行者辞了张青夫妻二人 离了大树十字坡 便落路走 此时是十月间天气 日正短 转眼便晚了 约行不到五十里 早望见一座高岭 五行者趁着月明 一步步上岭来 料到只是出更天色 五行者立观岭头上看时 间月从东边上来 照得岭上草木光辉 看那岭时 果然好做高岭 但见高山峻岭 峭壁悬崖 石角棱层青斗饼 树梢仿佛接云霄 燕蓝堆里 石闻幽鸟贤蹄 翡翠音中 每听哀言下 惊张猎户 好似峨眉山顶过 浑如大鱼岭头行 当下五行者正在岭上 看着月明 走过岭来 只听得前面林子里 有人笑声 五行者道 又来作怪 这般一条 净荡荡高岭 有什么人笑语 走过林子那边去 打一看 只见松树林中 傍山一座坟安 约有石树间草屋 推开着两扇小窗 一个先生搂着一个妇人 在那窗前看月细笑 五行者见了 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生 便想到 这是山间林下出家人 却坐这等够大 便去腰里撤出那两口烂银 也似借刀来 在月光下看了刀 刀却自豪 到我手里不曾发誓 且把这个鸟先生使刀 手腕上悬了一把 再将这把插放窍内 把两只植多秀 截起在背上 竟来到安前敲门 那先生听得 便把后窗关上 五行者 拿起块石头 便去打门 只见压得 侧手门开 走出一个道童来 贺道 你是圣人 如何敢半夜三更 大惊小怪 敲门打户 作甚吗 五行者 睁圆怪眼 大贺一声 先把这鸟道童祭刀 说由未了 手起处 睁的一声响 道童的头落在一边 倒在地下 只见安里那个先生 大叫道 谁敢杀了我道童 拖得跳江出来 那先生手轮着两口宝剑 静奔五行者 武松大笑道 我的本事 不要香儿里去取 正是挠着我的养处 便去窍里 再拔了那口戒刀 轮起双戒刀 来迎那先生 两个就月明之下 一来一往 一去一回 两口剑寒光闪闪 双戒刀 冷气森森 斗了两酒 魂如飞凤迎卵 战不多时 好似脚鹰拿兔 两个斗了石树盒 只听得山岭傍边 一声响亮 两个里倒了一个 但见 月光营里 纷纷红雨喷人星 杀气从中 一颗人头从地滚 正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 一旦无常万事修 毕竟两个里 厮杀倒了一个的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